观众David Hull就想问883 他说股息十几厘怎么算出来的 现价买可不可以收息 就好像除了剩 他问下次派息什么时候呢 如果是应该什么时候要讨论呢 其实我都知道很多省会投资者 最近都很沉迷883 就因为第一股价上升 第二股息高起 我先表明立场 我是不会买石油股的 我亦都不会买883 是作为长线收息的对象的 最主要的核心的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作为如果真正安稳的投资者 而不是为高息而高息为贪而贪的话 应该要看公司派息的稳定性 和近乎的永续性 老实说我不想访刺883 就是往后永续性是怎么样 我就是软转提大家一句就是说 你看回它前十年的派息 究竟是不是稳定地一致地稳定向上 还是说这个是有点三监负 不监负 很厉害的话就派很多给你了 不够那时候又近乎一个崩都派给你了 那究竟是怎么样呢 大家就看回前十年呢 就可以大概拿来预测后十年的情况了 就是你不可以是说我前十年是飘复不定的 我都要说我后十年是很优秀的 你这样是为辩护而辩护呢 其实第一是严大 第二就是说你要硬地辩护的话 你要举个证明出来 你有什么证明呢 你是要证明到什么情况 你才可以说他往后是派十年是稳定的 你跟我证明了 这个往后油价是连续十年 临座 是布兰特旗游都会站稳如泰山 是站在八十元或一百元楼上的话 那你这个方法就可以通过了 老实说 这个方法要讨论的难度 我相信是他的联储局局长 都不能告诉你 可能这个世界只有神明先知 或者上帝才能告诉你 对不对 那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作为省国投资者 你们要用心灵去感受一下 如果我买它 你究竟是对我认识很深 还是你是真心地相信 他的派息每一年可以派到十厘 这个是你需要去买百八三 是很值得去认真思考的一个店子 是